週一除中國大陸以外 約有552萬人確診中共病毒 近35萬人上升 日本從週一起全境解禁 重啟經濟 由於巴西疫情嚴峻 美國對巴西開始採取旅行禁令 巴西的累積確診人數達到365,000例 是目前全球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週日出席集會 支持民眾抗議嚴格的封鎖措施 鑑於巴西疫情嚴重 白宮週日宣佈 禁止兩週內到過巴西的外國遊客入境 川普總統表示 美國已運送給巴西急需的呼吸機 法國財長勒梅爾表示 3月中旬以來 國家補貼休假 擔保貸款 順延繳稅 以及向小企業的補貼等措施 已經花費4500億歐元 相當於GDP的20% 勒梅爾表示 政府將從6月開始逐步減少援助款項 西馬雅新增確診病例 連續兩天維持在500人以下 累計確診28萬2000人 28000人喪生 西班牙週一放寬部分封鎖措施 民眾可以到咖啡館和酒吧 當局允許重開酒吧的戶外座位 但要保持社交距離 旅遊業占西班牙經濟總產值的12%以上 西班牙計劃7月開放國際旅遊 日本累計確診16600人 839人死亡 過去10天 每日新增確診人數降到兩位數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週一宣布 解除東京 北海道 奇域 神奈川 及千葉等5個都道線的緊急試探 至此 日本全境解除緊急試探 展開重啟經濟的第一步 韓國週一同報 新增16名確診病例 其中 首爾離太原夜店相關病例增加4例 該案累計237例 已蔓延傳染到第6代 當局要求民眾週二起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須戴口罩 清堂記者李梅 田瑞 綜合報導 退遷看